11月4日晚,赫红山更新某社交媒体,赫红山终于来报平安了,一句大家放心,也的确让大家放心,十分担心赫红山的粉丝们,看见他本人发文报平安,也都担心了。 之前,有相关媒体爆料,赫红山在制组拍戏时,不慎从马山跌下,穿越趁赫红山受伤严重,全身不能动它,更有知情人士透露,赫红山拍戏时,用的马是塞马。 不少网友纷纷指责,制作也太不负责任了吧,当然,比起指责,网友们更甘心的是赫红山的身体,演员拍戏,虽然要敬业,要符合援助,但是安全问题还是应该摆得第一的,赫红山虽然不是当红明星,但是凭借几部精彩的作品,已经有了不少忠实观众粉丝,还是有不少人十分关注这件事情。 希望剧组能够给出回应,随后,剧组相关工作人员,及时做出回应,表示赫红山受伤没有那么严重,只是受了一些惊吓,即使剧组相关工作人员做出了回应,但是粉丝们还是不放心,如今赫红山本人已确定无大碍,并及时给粉丝们报了平安,粉丝们才真正放心了,作为演员,赫红山虽然平时曝光度不高, 但是塑造的角色基本上,都是深入人心的,赫红山这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,莫过于《匆匆当年》里的翻魂,很多观众都对赫红山和白敬庭印象深刻,更有观众直言,是白敬庭和赫红山撑起了这一部剧,电视剧《匆匆当年》,也是好评率颇高,很多观众, 初评合红山和白敬庭,都是因为这一部剧,如今,合红山也是演了更多的角色,他和白敬庭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,但很多观众还是会去回味他们俩合作的这部电视剧,毕竟当时两人还是十分的青涩,回味起来也是不同的滋味,真的有一种匆匆那年的感觉, 合红山对马事件一出,很多网友不知道合红山是谁,但是看见合红山却能说出他是方回,可见合红山的方回这一角色真是深入人心,合红山的演技很好,如今看来也是十分的敬业,在受伤事件出来之后,合红山抱平安的同时,也不忘谢谢剧组的照顾,而是再为剧组说好话,网友们不禁感叹,合红山都已经受伤受伤, 就惊吓成这样了,还不忘为新戏宣传,可以说是十分敬业了,原本就很期待他演的爱子,觉得他的形象和演技,都能驾驭得住这个角色,如今会更加期待这一部剧了,当然了,除了这一部剧和红山其他的新戏,也是十分值得期待的。 不少网友表示,最近在重温匆匆那年,还是觉得女主和男主比较配,希望和红山和白敬平以后能再有合作,原来观众们匆匆当年没有实现的梦。